恒生指数由2021年2月中开始,就辰转下跌,至今跌幅22%。与此同时,美股却不断地创新高,近日才有升幅放慢的迹象,而内地A股表现得也不差。 9月中上海证券综合指数还在挑战52周新高位,创业版指数表现得更好。内地A股股价表现得不错,已在香港上市的中资股,则跌多于升,而且急跌的动力往往是来自中央的政策改变。 从这个方面看来,港股在过去8个月的调整,极可能是中央特意出手压下来的。中央自我刺穿泡沫为什么中央要抑压港股,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,是自我刺穿泡沫。 读者看一看美团03690支股价,在过去两年多,美团股价由41元,升至今年高位的450元水平,升幅10倍算不算泡沫。 恒信控股00700在同一时间,股价由250元升至765元也是泡沫。 因此,中央出手通过加强监控的手法,自我刺穿泡沫,总好过由国际大岳来刺穿得好。 中,美关系恶化,不排除将来美国再以金融事件的手法对付中国。 投资者都知道,2008年9月是美国引爆世界金融海啸的日子。 但是看看香港的恒指,早在2007年10月就爆煲。 为什么呢?原因那是中央操作的。 当时,温家宝突然出现在电视新闻画面中,并宣布港股直通车不开了。 就这一句话便引爆2007年的泡沫。 2015年香港股市再次狂升,内地A股升得更凶。 那时候,香港人人都在享受这个大时代,突然之间。 又是中央出手,宣布严控杠杆,一下子泡沫又破了。 是的,有理由相信,这一回行只从今年2月中展转向下。 也是中央自我引爆泡沫的行为。 经济一周推介既然是中央自我引爆。 那也就不必过于恐慌。 因为国际大岳自己也毫无准备。 或者也损失惨重,更不可能像1997年那样。 通过沽空赚钱。 当中央发现有大岳沽空,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夹空仓的行动。 因为今日中央的财力,与1997年当然事不一样。 当时1997年,中央也许只能够挨打,但今日则可以换死大岳。 对长线投资者而言, 如果三年前已经买入腾讯与美团, 今日账面利润依然不错。 同样的道理, 只要读者相信腾讯或美团, 还是一些很好的企业, 值得长期投资的话, 短期的波幅可以完全不理。 又或者读者真的想被险与收息, 那么公用股依然是合适的, 而且股息率也不错。 然后,